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2018年新竹市长选举,国民党内部呈现由前市长许名才与现任市议员林耕仁、李国璋三抢一的局面,经过三场初选整件说明会,以及25-27日连三天的电话民调初选结果今天出炉,由前市长许名才出现,将代表蓝营出征挑战林志坚。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,国民党新竹市党部初选电话民调揭晓,由前市长许名才出现,将代表蓝营出征挑战现任市长林志坚。 竹市党部公布民调结果后,将承报党中央审查。 31日党中央公布提名人选,许名才在2014新竹市长选举中,以1014票的败给林志坚,成为升格省下市以来首位争取连任失败的国民党籍市长。 许名才这次卷土重来,请跑基层,类竞选总部已运作多时,先办封城再造论坛部画市政蓝图,邀请多名前市长及市政顾问召开论坛。 透过有识政经验者的论述,了解新竹最需要的政策,在证件说明会中以一代二星三连结为主轴勾勒的建设蓝图,称能真正翻转新竹市,让新竹市脱胎换骨,使年轻人有希望,使市民更幸福。 国民党评估,新竹市基本贪婪大于绿,认为只要整合成功有机会让绿地变蓝天。